哈囉大家好我是衛衛先生 今天要來開箱的主題 我已經有一陣子沒有做了 它就叫做音響 我相信點進這支影片的人 一定稍微對音響或者是聽音樂 都有一點點興趣 那我之前有開箱過兩支影片 一支是專門講Soundbar的 然後另外一支是一個非常全套性的 就是非常完整的家庭劇院組 有興趣的人都可以在我頻道找到這兩支影片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的這顆音響 是比較屬於個人使用的 或是在家裡面使用的 而且講到音響 你一定有聽過一個品牌 它叫做Harmon Carden 這個品牌它是來自於 美國的做家用音響 還有車用音響的一個大廠品牌 但我們今天不是要講車用音響喔 要講的是這台 令人非常驚艷的全指向性藍牙無線喇叭 來自於立賣公司貨平行輸入的 Aura Studio第三代 如果你現在對它沒有什麼印象的話 沒有關係 我講一個名字 你應該就會非常有熟悉了 它就是大家耳熟能響的 隨母喇叭第三代 有沒有聽到這個名字 是不是有一點雛形出來的呢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做開箱吧 講到紙箱 它有專門為了這一台 Harmon Carden的水母喇叭 做的一個外紙箱 而且是這種很厚的喔 就是非常有保護作用的外紙箱 來保護這一台非常高級的喇叭 那在紙箱上面啊我簡單介紹一下 他們有就是自己的LINE F官方客服的QR Code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上網登錄的 兩連保護的一個QR Code 所以當我們有需要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掃這個紙箱 我覺得是還蠻方便的 那最主要是它有一個就是 起到一個非常大的保護作用 對於我們買音響的人來說啊 會是一個非常安心的選擇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主角 就是我們的Aura Studio 3 拖掉外紙箱之後啊 我覺得啊光從它的這個外紙箱 不管是摸起來的質感觸感 或者是它的厚度 就已經帶出了一種高品質的感覺 那在這個包裝盒的正上方啊 我們還可以看到有一個是 Harmon Carden它的專屬的登錄保護貼紙 它跟剛剛我們紙箱上面的那個QR Code 最大的差別就是這一張貼紙啊 在每一張保護貼紙後面都有一個專屬的保護密碼 而且是一機對應碼 絕對不會錯亂的那一種 那當我們在上網登錄的時候 它就會要求你寫下這張貼紙背後的這個密碼數字 因為它是一個國際的大廠品牌啦 所以在於保護這件事情啊 他們這麼做算是非常的嚴謹 OK那我們繼續開箱 打開來之後啊它的最上層有一張是這個 立賣Harmon Carden的兩年商品保證書 也就是保護卡 然後另外還有一本它的這個是說明書使用手冊 所以這台音響呢它不只有一個就是上網登錄的兩年保護 它還給了你一張紙本的保護卡 對於愛音響的人啊就是會買這種科技產品 有這樣子的服務啊算是對我們增加了不少安心的作用 所以在使用起來都會比較放心一點 那接下來裡面呢 它是用了一個像這樣子的保護 防撞的包裝 好我們看一下 在外層啊還做了一個 這應該是防刮的一個保護 保護套 好接下來呢我們就一起 來看看它的儒衫真面目吧 喔有看到 它出現了 它真的不是普通的美耶我給大家看一下 在前面啊有一個 Harmon Carden的雙標 然後它這整個隨目喇叭造型啊 玻璃它這次是用的是深色的玻璃 然後周圍它搭配的是一個布直的底座 那透過玻璃看到裡面啊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 波浪紋造型的氣氛燈 那整台音響拿起來啊 我覺得它是稍微 就應該說是蠻有份量的啦 我有特別去查了一下 它的整機的重量是差不多在3.6公斤 放在桌上的時候啊就是感覺到 非常的穩不會晃來晃去 那整體來說呢就是這樣打開啊 我覺得它是一個真的是非常高質感的一台印象 好我們還沒有開箱完 那在剛剛這個紙箱裡面啊 四中內附了四條的電源線 那我這樣子特別看了一下之後 發現它應該是 因為是國際大廠 所以說這是在全世界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它這四個電源線呢 分別為不同的國際插頭 可能有歐規啊美規啊 或者是日本專用等等的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拿我們 台灣專用電源線 來把它接上電源使用一下 這條就是我們的電源線 來插上電使用看看吧 這一次Aura Studio第三代啊 它設計了內置變壓器 這樣的好處就是 剛剛有沒有注意到我們的那條電源線 它是一條就是細細的電線 加上一個開關的電源的接口 中間沒有任何的變壓器 或者是那種大顆的頭 因為它已經把變壓器 直接內置到音響裡面了 這樣的好處啊 就是當我們今天在移動這台喇叭 或者是想要把線收納起來 甚至是藏在邊邊的時候 都會方便非常多 那在電源的旁邊啊 我們可以看到它只有一個 3.5mm的音源孔 所以從外觀看起來啊 它已經變得非常的簡約 那在功能鍵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深色玻璃跟底下的布置底座中間 有一條Bar 在後側的部分啊 兩邊分別一個是電源開關 這邊是藍牙連接鍵 那正面看到的話 則是可以看到一個氣氛燈的開關鍵 那左邊跟右邊呢 則是音量鍵的大聲跟小聲 這種很直覺式的操作鍵面 是我最喜歡使用的一種 那我們話不多說 直接來把它開機一下 按下開機鍵 你們有沒有聽到 剛剛那個是它開機的聲音 然後這個 這個是 應該是藍牙連接的聲音 我們再聽一次剛剛開機的聲音 來 你有聽到嗎 那個洪厚低沉的讓 這樣子 擴散出來聲音的感覺 是不是還蠻震撼的 這一台 在 Aura Studio 第三代 它的喇叭单体分别有6颗40mm的中高音单体 就放在底座的这一圈 在左边跟右边各有三颗 提供了一个向外360度环绕的音场音效 最底下它也搭配了一颗5寸的重低音单体 光这颗单体它就有100瓦的输出功率 是不是还蛮惊人的 像这样功率大小的音响喇叭 它就非常适合拿来不管是听摇滚乐 或者是追剧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那种动作爽片 可能还带有一些爆炸场景 或者是非常大型的那种矿式剧作 都能够让我们有更生力其境的感受 再来我要讲配对的地方 这台Aura Studio 第三代 它配对的方式是透过蓝牙 所以连接方式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按一下刚刚后面的那颗蓝牙按钮 它就会发出蓝色的光芒 还有等待配对的声音 这时候不论你是手机或者是电脑甚至是平板电脑 只要有蓝牙的功能 你就可以直接跟它做连接 那我找到HK Aura Studio 3 按下连线 好 听到这个声音就代表你的手机的蓝牙 现在跟这台水母喇叭已经是配对完成了 那既然配对完成了 我想大家听我说了那么多 最期待的应该还是听听看它的音质跟音响的感觉 到底是怎么样吧 这边呢我就来放几首 比较有感觉 然后可以表现出它这个全指向性环绕的一些音乐 来给大家试听看看 那大家在听的时候啊 我还是建议啦 戴上耳机 因为有时候手机啊 或者是电脑播放出来的声音会有点发散 那你如果透过耳机听的话呢 会更清楚 更有感觉 一起来听听看吧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 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 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 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同 就这么想让她看好 也不然不然 那她看好 但是她说就是了 我让你不要听到她的病人 我让你快乐 你快乐 你快乐 有点快乐 你快乐 我去看好 我快乐 你快乐 我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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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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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是不是有点厉害啊 还是你觉得它真的满不错的 这台音响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放在自己的房间 或者是书房 因为对我来说我自己就是把它摆在书房里面使用 有时候可能就只是坐在椅子上面听音乐 享受一下那种音乐的感觉 那有时候我也会用电脑或者是平板来追剧 甚至看电影 音质听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即使就算我只是在休息的时候 稍微看一看YouTube的影片 也跟我一般只用基本的电脑喇叭 或者是荧幕喇叭听起来的感受非常不一样 有了它之后感觉 就是连看YouTube影片都有一种奢华的享受的那种感觉 你也可以试试看 那假如我们是把它拿来放在一些比较像宫领域的公共空间 像是客厅啦餐厅啦或者是起居室啊 甚至你放在玄关都可以 不过因为它就是一个全指向性的360度环绕音响 所以假如你们家有一个适合摆放的位置 是在一个空间的正中央的话 你就能够去感受到它那种360度全指向放出来声音的那种音场的感觉 即使我们只是放一些可能轻音乐或者是早上起来听的钢琴音乐 甚至是吃饭的时候聊天啊或者有点背景音乐那种感觉 透过这台Aura Studio 3放出来啊 它就是能够给我们一种非常 享受在这种气氛里面 然后很chill的那种感觉 我相信只要是爱听音乐的朋友们 一定都会非常喜欢这台水母喇叭 但很多人会选择水母喇叭 除了它的音质很好之外啊 其实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它的造型非常的独特而且很有质感 所以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啊 你还可以有一些视觉的享受 看到一个自己很喜欢的东西放在家里面 你就是会很喜欢它然后常常的使用它 我觉得这才是买音响的重点 总之啊就是很推荐大家 不管你是要去店里面现场试听 或者是直接下单买回家里 就直接用都可以 我相信用起来你一定不会厚的 好的那今天这台Aura Studio 3 水母喇叭的开箱分享介绍就到这边 如果对这台音响有兴趣的朋友 或者是你曾经也是水母喇叭的使用者爱好者 我都非常欢迎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不管是你的使用经验 还是使用之后的一些感想心得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非常喜欢跟大家讨论 有关音响这一块部分的事情 只要是我知道的一定会告诉大家 我也可以从大家的留言中学到不少东西 这是我非常平均的一块 那还没有在音响的啊 我会把它的相关连结都摆在底下的资讯来 有兴趣的朋友就欢迎参考看看吧 OK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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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